兄弟 你好 亲切的招呼声 这可不是一般 买卖物品的商店 仔细看 每个进店面的客人 都带着回收物品 原来这家店是 新型态的资源回收门市 透过简单的操作 把资源回收 变得像游戏一样 并透过教学分类 让资源回收变得更有效率 因为环境的部分 就是像可能一般年轻人 就会觉得回收场 就是脏脏乱乱的 然后就是可能要带 很多的重量的回收品 才能去回收 那我们这里就是 因为我们的会 电缆会按照比例 就是只要在0.2公斤以上 那其实非常简单 0.2公斤就是 我们的电子秤就秤得出来的 那他们就可以带过来回收 为了鼓励民众 能够进行垃圾分类 门市也以回馈的方式 让民众几点兑换所需商品 让资源回收变得 更加的有乐趣和附加价值 也有别于一般的资收站 干净明亮的自动化设备 也让不少民众 眼睛未知一亮 大部分有东西都给一些阿嬷 他们在做回收 这样我们也方便 现在是就进 就进我们就说 就进这样也很方便 以前那个跳蚤 跳蚤市场 他拿的部分东西 我觉得 那个没有像现在这样做得那么好 是各种都分类分得很好 做肉于住宅区的店面 就是希望从生活面进行推广 换出环保观念 为了配合民众的坐席时间 店内也导入了夜间无人回收设备 希望未来能朝向 无人化的系统迈进 让资源回收变成一种习惯 向下扎根环保意识 来减少环境污染 记者江志群 江炳章 采访报道